苗栗南庄乡陆场国小在民国64年废校后 不断有外地游客入侵 进行露营 越野车禁忌等活动 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今年初透过部落会议决议 未来将规划为传统祭典 教育以及文化场域 乡公所也协助公告禁止外地游客作为其他用途 但是半年过去陆场国小依旧闲置杂草重生 因此部落居民希望可以作为部落活动中心使用 荒废两年了 因为荒废在那边部落也没有活动的空间 你知道吗 那边有篮球场 有什么可以 大家可以活动举办什么都可以 而部落会议委员表示 目前部落会议正在跟社区发展协会取得共识 目前初步构想将要规划成族语教学 以及露营区使用 同时提升部落族语教育跟产业经济 因为族语教学 我们部落里面没有一个很集中的地方 我们计划就是在那边做一个无意的一个产产 一些事实弄好了之后 可能也是最后还是会做一些营业 类似 如果说我们自己部落 经营的露营区 如果额满了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原来的国小 原来预计9月份就能够提报计划给相关单位 不过部落进入田市农忙期 难以同时整合部落居民意见 因此最快也要到11月后才能正式提出申请计划 新闻人喜过苗栗南庄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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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